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我们终于可以跨过浅浅的海峡 去探访这片熟悉而有陌生的土地 为此我们国宝档案特别推出系列节目 《走进金门 走进台湾》 为您讲述台湾与大陆一脉相成的历史文化 2009年11月26日 我们国宝档案设置组从北京出发前往厦门 再由厦门乘船前往金门 金门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上 与厦门市遥遥相对 金门 旧名 吴州 仙州 在历史上一直是台湾与大陆之间文化贸易的中转站 说起金门这一名字的来历 还得追溯到明朝 1387年 明太祖朱元璋派江夏侯周德兴 经略福建 防御倭寇侵犯 周德兴在福建沿海建筑公室 以加强海防 因为这里与厦门共俄福建东南海口 有富若金汤雄正海门之称 故取名为金门 走在金门的路上 没有高楼大厦 倒是一派田园风光 一望无际的高粱地 悠闲的老黄牛 归邻的眷鸟 海上落日 置身于此 仿佛身在世外桃源 充满了惬意 昔日的古城门早已在历史中损毁 如今我们看到的是经过翻修的城门 雕梁画洞经雕细刻 依稀可以看到昔日城门的雄风 古城门如今已经成为金门酒厂的大门 说起金门酒就不得不提金门人最引以为傲的金门三宝 金门酒 金门贡堂和金门道 这其中最负盛名的要属金门高粱酒了 金门盛产高粱 当地人以高粱酿酒 丹田纯美的高粱酒可是金门人的最爱 虽然金门四面黄海 形似孤岛 但是我们的先民很早就来此定居 根据史料记载 早在东晋时就有居民来到金门 到了唐代 木马间陈渊率十二姓氏来到金门 在金门安乾村丰连山一带木马 广兴水利 人口日益繁盛起来 可以说 陈渊的到来奠定了金门的发展基础 因此 后代金门子民尊称陈渊为开吾恩主 导游告诉我们 在金门的安乾村 还有一座为了纪念陈渊而修建的木马侯祠呢 这是一座古色古乡的三进纵绅士寺庙建筑 两侧山墙高耸 屋极突出 呈弧形上鞘的鞘极 具有闽南式建筑风格特点 如今 这位奠定了金门发展的先祖 也被金门人当作神明来供奉 金门虽然地方不大 但是这里却留下了 众多历史名人的足迹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 也曾在金门著书讲过学呢 南宋高中时 朱熹任职同安县主部 他十分重视金门的教育情况 在当地建书院讲学 对金门地区的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门的后人都对这位理学大家有种特殊的感情 金门县金城镇吴江书院身后 便是朱子词 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建筑 一种肃穆之情 油然而生 走进昔日书生朗朗的讲堂 虽然圣贤已经远去 但这里依然充满了浓郁的书香气息 坐在大殿的书桌前 想象着自己就是当年的一个学生 在这里聆听大师讲学 在金门 人们最赞不绝口的 要属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了 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 建设台湾不遗余力 深得民心 目前 全台湾地区共有祭祀郑成功的庙宇 约一百七十多座 严平郡王寺内古荣高耸 正殿中供奉着郑成功塑像 诸多牌匾代表着后人 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敬仰之情 郡王寺旁边 还有后人为郑成功修建的郑家祖坟 我们忽然发现 古词前方的小岛上 有一尊塑像 导游告诉我们 那是郑成功在遥望故乡 然而 明明眼前有一条路 我们却就是不能接近这塑像 这是为什么呢 在今后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金门有许多古迹都与郑成功密不可分 导游告诉我们 在太武山 有郑成功操练水师的歇息之处 当年郑成功亲自挖掘的水井 今天依然水质甘甜 福音子孙 这个很清澈的 这个水啊 而且它都带咸咸的 您尝尝看 带水 拍大家一看 不是很凉啊 还挺不好 除了郑成功 还有一位抗窝英雄 于大游也是金门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在束手金门时 于大游经常登临城南的石崖 观赏海景 因而提字 须将笑卧 这四个大字 囚禁有力 让我们看到了一代武将的文人风采 说到武将 就要去位于金城镇市区中心的清代金门镇总兵署去看一看 康熙二十一年 也就是一六八二年 金门时任总兵官陈龙 将鼠崖从金门城迁移至此 总兵署包括气势宏伟的头门 以及大唐 川唐 内鼠 内宅 厢房 展示了清代金门军事防武资料 重现清代郑二品武将威仪 可以说 金门遍地都是文物古迹 这个充满了悠久历史文化的小岛 让我们感到既新鲜又好奇 在金门 我们看到的最多的就是这种石狮子的雕塑 它们大小不一 形态各异 通常立于道路的两旁 大门两侧 它们到底有什么特殊含义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